青骨子靜靜 青骨子舞花 青骨子盛在 夜外默默长大 青骨子青涩 青骨子舞花 青骨子旧香 童年天真无相 风也不怕 雨也不怕 顶风冒雨 袖碎阳 低头乌云 追求惊慌 沉点点养花 千万家 青骨子靜靜 青骨子舞花 青骨子盛在 夜外默默长大 行 吃饱了 走了啊 你干啥去 不干啥啊 出去溜达去呢 你是不是又想去学校惹事啊 爹 你怎么一想起我就没好事呢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许到学校去找方老师 上回方老师高抬跪手 没追究你 你要再胆敢到学校闹事 小心像三轮一样被公安局抓去 你是我亲爹吗 我是你亲儿子吗 你咋老是咒我呢 不是我咒你 是你作孽不觉好 行 他竟然公安局把我抓走得了 省着你看着个心烦 你以为呢 二毛在家吗 咋的 你就是二毛了 看你长这样 你就是有事啊 你们在我家干啥啊 看啥 有人举报你 说你骚扰知识女青年 跟我们走 去哪儿啊 县公安局 不是 这位公安 上次公盛民兵都问过这事了 不追究了 这咋又回来了 不追究了 上回在医院我问是怎么回事 就你们那个什么书记 就没有说实情 这么大的案子满耳不报 你们公社那几个人 和你们那个什么书记 这是在包庇和纵容 所以我们县官局要介入调查 扣上 带走 走 走 怎么回事这是 爹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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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个咋办呀 我找教授医想想办法 教授医在办理学习呢 这事是整的你说 你说二猫子的事 上回不是都完了吗 怎么又开始折腾了 又是 上回那是公事啊 这回不整县公安局去了吗 我看哪 这回可够惨的了 反正也是二猫子孩子 这你好好治他 一天没事穷得瑟 要我说呀 就赖他家老娇 要不是上回护着他 就这晚上了 早就该收拾了 话还不能这么说 都是乡里乡亲的 能拉一把就拉一把 可怜乌仁娜和他爹了 你说整天提心吊胆的 遭老鼻子罪了 是啊 可不是 我跟你说 这过日子没有老娘们 他就不行 你说一个老爷们 你俩孩子 主要啊 这俩孩子可怜的 那你看乌仁娜就挺好啊 人学习也好 我还不喜欢他 这个星期的重点呢 就是要把校园的卫生啊 二老师 大楼 啥事啊 没看我们在开会吗 不是 那二猫子让县上的公安局 给抓走了 县公安局抓二猫子 为啥 说是因为上次的事 好像是有人在县上 把二猫子给检卷了 好 反正你们想办法吧 我 我 我走吧 这都谁啊 为啥要闹得没完没了的 就是啊 这是谁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您跟我去放学生那儿闹酒呀 两次 谁是说几次相见 一次 一次都没有 你知不知道 骚扰知识青年最佳一头 啥子 你知不知道你问题严重性 知道 没死罪吧 啥 你说啥 你好好在这儿反应反应 好 乌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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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老师 大嫂 你找乌尔娜呀 她们不在家吗 她领她爹上公事看病去了 她爹又病倒了 可不是呗 你说这父女俩呀 她也是二猫的这个缺德玩意 倒血没了 大嫂 谢谢您啊 那我改天再来看他们 那你上我这儿坐一会儿吧 不了 谢谢您 好 乌尔娜 你抓二毛怎么能背叛了呀 不好说啊 要这事儿 别往调戏知青的上面靠 可悬了 那咋整啊 乌尔娜 乌尔娜 我当时也是下懵圈了 其实我就是为了保我自己 俺俩跟亲哥俩似的 我真不想折腾 你说这二猫子 要是没叛了 出来不把我宰了呀 表哥啊 这老弟跟你说 你以后要是想整方老师 或者整别人 你光靠我不行 你还得二猫子出手 他厉害他有招 表哥 你想想办法 想想办法把二猫子弄穿 我也一直寻思这事儿 都给砸走 弄不好啊 这事儿刚好可以利用一下 也一堆永远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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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我 看肯定是可怜的 但是我用你画面更多 就可以了 我说你几个小孩子 你的问题的性质很严重 我们的政策 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必须要老老实实 交代你的问题 我当时真不是故意的 我那天就多喝了点酒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吸气呼吐就跑 方老师那去了 你少在那儿找借口 想蒙风过关 我告你门都没有 关大哥 不敢往后 等我那天真是喝多 老魏 办公室有你的电话 好 让总机给我接过来 好的 我告诉你 安邦 你要是不老实 就继续在这儿待着 啥天想清楚 咱们得谈 带他去见见 好 谢谢国家长官 谢谢 奶妹啊 我是卫公安 卫公安 我有重大的事件要检举 有重大的事件检举 对对 对 好好好 好 我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好 好 全国银花生产会议 最近在五位 因为我一直都在学校那里干的 所以学校的事啊 我比较清楚 二芒子跟方老师那个事 不完全是二芒子的错 那方老师 在勾引他吗 嗯 是吗 那 这事 大队老多年都知道 哎呀 也是不知道啊 自从那方老师到喇嘛学校之后啊 竟整些无七八糟的事 我还听到 他跟那个交出去的儿子 交大楼的一些风言风语 交大楼上次跟二芒子打架 那就是因为方老师 争蒙此处嘛 嗯 我说上次在医院碰着了 交出去为什么不想让我知道 事情的真相呢 所以说 我因为这一切事 货根都在方老师那 你说二芒子 倒有点冤枉了 你放心吧 我们人民公安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完事我就去找方老师 哎 哈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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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猪呢 丫头 好 大叔 大虎来了 来 来 来 看看你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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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咋样了你这身体啊 没事 急火攻心 歇两天就好了 大哥呀 要我说呀你就信命吧 在哪儿不喘气啊 那监狱里也有空气 你带一个 他在那儿待着比较加强 有吃有喝的还不花钱 待着去呗 你这是劝人吗你 你个虎娘们 你你不不懂你就别说话 以后少说话 你到那儿没好 你到那儿你 你不是挨打就是挨饿 你要不让郭安熟死 你让那些老范儿们给踹过死 没好 好 你说这王八徒子 咋不就嘎巴一群死了 你 什么在里边造罪呀 大哥 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是吧 我都总结了 咱们哪 这平时没事啊 我觉得这人哪 就还是得那个啥 得深深点 是吧 不能瞎作 这作业的分人 在村里我也作 那我咋就没进去呢 那不一样 我推武兵 功臣不能把我咋地 一般是不能瞎作 不瞎作业 不瞎作业的事 不瞎作业的事 是吧 是吧 哥 你回来啦 猫子 你咋回来了 你们这些人 跟我家聚了干啥呢 来看笑话啊 那猫子你这犊子你咋 这怎么这么说话呢 这咱们是来看你爹的 你这样你这一进门 你 你不但不感谢 你还就成了这 这就污蔑大家伙了 你个臭嘴 你就是 狗咬李洞宾 不是好人心 就你们啊 快算了吧 那行了 老哥 你看这呢 这啥呢 这这忙的这都 天下太平的 这都是回来了 那咱也没事 这咱们也都回家 抱媳妇去吧 行 大哥我先走了 好 大伙 闲着过来坐啊 行 好 我送你 我送了 别送了 我送了 待着吧 待着吧 别送了 大爷回吧 别送了 这怎么回来 没事 好 同学们 我们学地理时 要通过强化区域印象 提此撕笔来加强记忆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区域的 气候 民俗 名人 战争 风景等 来强化记忆 谁能说一下出河殿之战 发生地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进藏员嘛 就是进藏员嘛 就是进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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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槟城是在什么地方 哈尔滨 哈尔滨 哈尔滨呢 是我们黑龙江的省会 下面有再说一个趣味题 大家猜一下是哪个国家 说啊 一个社员拉了一车骨子 结果车胎被扎漏了 请问是哪个国家 那是哪个国家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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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斯拉夫 就是 那可不南斯拉夫了 你答得非常地好 南斯拉夫 隋满堂同学的思维很敏捷 大家给他个鼓掌 瞎猫啊 打的了 我知道是你猜出来 但是谁让你不说呢 所以 谁说的算谁呢 下回我都往错了说的 那我就说是 你让我说 下面呢 我再提一个问题 乌芝娜 你来回答一下 乌芝娜 来啊 乌芝娜 来啊 老师 乌芝娜 乌芝娜 大家快管他 扶到我办公室 好点了吗 好点了吗 一定是学习累的 这何止学习累 家里的活 基本上都打开 也吃不上了啥 应该是营养不良 或者是低血糖 多喝点红糖水 就能好些 好 大龙 你去把刘大夫喊过来吧 给他看看 放着 要不我去吧 我头儿快 你快去 行 你快去快回啊 行行行 哪位同学 去乌芝娜同学家里 通知一下他的家人 老师我去吧 好 其他同学 就都回办上自习吧 回去吧 好 回去吧 回去自习吧啊 咋回事 老妈 我们这儿咋了 肯定是学习累的 我就说 平时用功学习干啥呀 你说一压都骗的 学着有用吗 阿芒子 你们应该要多休息 谁 范哥 我是 跟我到现款安局去的 顾安总长 你什么事情 带走方老师 你是谁啊 我是校长 你从我们这儿带走人 你总得说明为什么嘛 有个案子 需要他协助调查 什么案子啊 再就说不行了 这个案子比较急 公安的事情不能拖 这你知道 等案子办完了 这事你们就清楚了 走吧 王校长 你放心 我去一下 来 方老师 方老师 这咋说的 又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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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 你不能闹事添乱啊 那这方老师没什么好处 知道吗 我去 呢 edit 好 你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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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吧 都得去看看曹老师 今天太晚了 去县里也不敢踏 要不咱 咱去看看董事大子 大哥 怎么样了 我们来看看孩子 大哥 这家里也没啥好吃的了 把点小米给孩子补补 客气啥呀你这是 客气啥 这东西两院住着 你这么见外你 快拿着 好 谢谢 孩子 别上火 乌云娜 你的病好点了没 我的病 不碍事 方老师打烟了 没信 大娄啊 方老师的事啊 有王小长他们操心的 你们这些孩子 就别瞎起哄了 小胖子 别跟他瞎吵 我瞎结婚啊 大哥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好享兵啊 谢谢 好好养着吧孩子啊 妈 那你先回去 好 我送你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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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怎么搞的呀 你们别管我啊 赶紧帮忙校长想想办法 看看咋就方老师 我们现在呀 是真的不知道该咋办 把那个王老师 把自己排着自己 排自己啊 这么等不是办了 同学们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可都得讲讲良心啊 方老师平时对咱们都不赖 所以这时候咱们可不能见死不救 对 方老师咋的了 他们就抓方老师 方老师多冤啊 这后面肯定有人捣鬼 咱们现在就去县上 就去官员局 帮方老师申冤 咋呀 行 行 去倒是可以 咱们怎么走啊 都能得两三个小时吧 有了 跟我来 走 走走走走 走 兄弟 手来了 干啥来了 不是 那个 哎我爹 给他给回 回电话啥的 他啥时候回 刚才还来电话呢 问那个什么生产情况 什么 你就这两天就回来了 那你来有事啊 这问题啥呢 我们要考试了 我就想上大德部管你要点 报纸啥的 我想看看时事 新闻啥 那行 你看别人不行 你来肯定行 行行行 来 我过来 这啥子 你咋的 你这孩子 毛呀 管 你咋的 那个大 那个大 那我先走 还有点事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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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车呢 哎呀他妈妈也没了 我他妈让这把销给逗了这是 哎老许头子 哎 跑啥呀 哎呀妈你快过来过来 快过来过来 快过来过来 你说这是一帮什么孩子吧 焦大楼肯定也有你家三胖子 跟我玩神龙鸡西 焦大楼在屋里打掩护 你说这帮小子把大车套着赶跑了 你说干啥我都不知道啊 你说他我连车都不会干 那出了啥事怎么整啊 啥时候的事啊 刚才的事呗 哎呀回来 他那边跑啥快出村口了走啊 走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别去了 你回头再丢点啥把自己再丢了 看着看着 快快快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快走 这儿 师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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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个叛徒 谁牵你都走啊 你们几个 徒子打散无法无天啊 这啥兵还在这儿呢 你们就牵着工家的马 掏工家的车出去玩去 师父 我们不是去玩 我们是有重要的事 啥重要的事 也不能损功肥司 给我 慢慢 我告诉你啊 你 大楼 赛胖子 你 你们几个 待会儿到大队部监讨去 你爹不老说吗 这啥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师父 我们就用个马车 这咋还 咋还犯罪了 你这事扯大了吧 那怎么不是犯罪 反正这个工家的马 马车 指定不能让你们用 你们几个下车 下来 爹 我们是真有急事啊 你干嘛呀你这是 啥急事 急事 叔 我们要去县里救方老师 方老师咋了 方老师让县公安局的人 给抓走了 真的 那这儿哪还有假的 你早不说嘛 就方老师这时日 比啥事都重要 这种正义的事 我是绝对支持你们的 那啥 你快 上车 快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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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喂 那你 那行 那就这样 我就 我就牵着走了 你们几个坐好 你能想吗 这挺远的路啊这 啥叫行果 我还小着呢 我不到五十岁 今天让你们看看 啥叫侦察兵的体力 十八里路 二条里路我都跑过 金星军的时候几个小时 没问题 这这些杀牛做好了啊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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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领导在哪儿办公啊 我 这咋办呢 跳舞 跳舞 领导你回来了 快快快快快快走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那个 方老师的情况怎么样 李老师 你上课去吧 好 范学长 你这学长 上县公安局门口 就闹事去了 真的 你说 这不是公安跟武产局 专争对抗吗 咱得赶紧去解围 要不是闹大了 李队长 你说要不是县公安局 把方老师带走 能有这事吗 县公安治安科的人 确实是 做事比较草率 这样 我跟县局沟通 你呢 去做学龙工作 咱俩赶快走 要不事越来越大 咱俩赶紧走 我咱还有困难这 走吧走吧 一会儿晚了 我去有啥用啊 快走走走走 你们听没听说啊 方老师让县里给抓走了 我听说了 可就不知道咋回事 说他公安二猫子 就他那德行 你说他也不帮块儿 剁饼罩着 但谁也不能跟他呀 就是 那二猫子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要我说呀 一会儿咱就应该上他家 去闹去 把方老师要回来 这孩子们儿交了可咋整啊 就是 洗完衣服干嘛就去 找他去 我的老许桃子呀 老许桃子回来 看你回来的直人生 我要接接你的 啥也没啥东西 你接啥呀你 老许桃子 我通知一下各小队的队长 待会儿来开会 我传达一下上面的指示 另外也叫他们 给我汇报一下工作 我说交出去 先别忙着开会了 你这两天没在家呀 团子快造烂套了他 咋的了 这二忙的吧 说方老师勾引他了 那个县里公安局来人 把方老师又带走了 你抓紧 处理处理这个事吧 你们两个跟我走 不是 姜叔爷你兜子 放开 放开 这公安局这也是 合适什么呀 合适啊 这能是这事吗 我现在就问问他 他到底想干什么 二忙的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快点给我引你 你也不撒朋友照着 自己啥德行 那方老师没教过 你家人是咋的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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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一起走 你和我一起走 我一起走 上去 你把我一起走 你打开 你快走 你家人才走 你走 我一起走 我一起走 我哥做了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方老师的事 我现在替我爹 好死去的娘 给大家道个歉 孩子 你看你这是干啥 这也不是你的错 快起来 孩子 大家伙是冲你哥来的 也不是冲你 你 二伯呢 二伯呢 我去过去吧 在屋顶上 知道屎盆子往别人头上扣了 是不是 走走走 跟我到县里去 道理说清楚 走 大姨妇 别去 你说我亲爹行不 今天你就是叫我祖宗 也不行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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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冤枉 我冤枉 大姨妇 别走 看人家勾引你皮下中农 你是皮下中农吗 不是 我爹我爷从小就在你家扛长火 那天要不是你妹和你爹 给方老师下跪求情 你早就蹲八里子了 别跟我骂子 走 走不走 走 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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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种学生需要时间 你说他在这儿关着 吃喝拉撒都是问题 就是把方老师找来正调查起政 谁知道他那帮学生就闹起来了 这把孩子你是 闹了 全给他抓起来 你让他闹 我刚回来 你们俩跟我说的情况啊 我会听明白了 这件事不大 但是影响不小啊 特别是学生的参与 把事情给弄大发了 他们来上访 肯定要耽误课程的 尤其他们还是毕业班 把他们叫进来 就是这个 局长 局长 你好 来 坐 坐 坐 你好 他就是二毛子吧 就是他 事惯重大这个败家玩意儿 我们在村子里已经问过他了 他说事情有出入 要到这儿给方老师说清楚 那正好 你啊 把他带到隔壁房间去 从心做个笔录 去吧 是 赵敏啊 完事以后拿出个结论来 切记得要实事求是的 不要清心口勾 更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明白吗 明白 老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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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俩得商量商量 如何答复对方学生们呢 是 你说他们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既干扰正常工作 是吧 那社会影响也不好 这样 查一查 如果学生背后 没有幕后指使的话 我看就算了吧 是吧 他们毕竟是学生 得回去上课 老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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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工作 就在你处去做去了 我听说怎么着 那里边带头呢 还有你们家大小子 是 那这样 局长 我现在啊 就跟学生说一下去 行 那就麻烦你了 好 好 行 二芒子 我告诉你 今天你就别存在侥幸的心理 说不明白 你就别想回去 我告诉你啊 有啥说啥 别瞎咧咧 与你们之间 谁勾引谁不办的事 不要说 就说是 或者不是 别乱咬别人 听说没 听清楚了 说吧 都是我不对 我那天实在是憋不住了 为了放我出去尿尿 我才胡说八道的 人家方老师 啥事都没有 作风也正伴 嘎嘎好 都是我不文明 不礼貌 也是我上他家闹的 不是他勾引我的 全是我剃头挑子一头热 不过他 长得确实挺好看的 我是想跟他 那个啥来着 一样女百家求嘛 你可对你说的话要负责任 知道吗 我知道 我愿意给方老师 赔礼道歉 下面请 官局局长 给我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 今天我在这儿代表他们 向大家赔礼道歉 对不起了啊 周围 你们的方老师啊 马上就出来见你们 你们的方老师 什么问题都没有 他是你们的好老师 好 好 好 都是因为有人 无说八道 我们一定会 严肃处理的 请同学们放心 你都说完了 说完了 要是我半句假话 你现在就毙了我 或者你让我给方老师 跪下都成了 我跟他真的是啥事儿都没有 我跟他真的是啥事儿都没有 那也就是说 你骚扰人家方老师吧 我不是说了吗 是我主动上门骚扰他的 他要是勾引我 得到我家来找我呀 你既然承认了 那事实就成立了 你现在被拘留了 方老师 对不起啊 你被冤枉 这件案子我们会比公共处理 快 走 走 等等 你们别冤枉他了 你们别冤枉他了 我是在跟他处对象 啥 你 你跟 跟他搞定 这件事儿 本来就不大了 这件事儿 本来就不大了 我们的办事部门不负责任 调查不深入 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我的意见是 你们把刚才他们两个人说的 都做好笔录 两个人 同直发 我西山 红 下 飞 展示他吧 马英辉 尾巴 英辉 胸前的红 花 英才下 好 行 出村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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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级的同学们 你们还会用教室里面继续复习 好吗 来 快回去复习吧 好 焦学家 把你这个学生啊 现在情绪得很不稳定 趁这个机会啊 你跟孩子们说几句吧 好吧 来 好 好的 去 大楼 那可别扔了 那是证据我当过侦查病 这个人要找出来的 啥证据 这就侮辱人格 快回去 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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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进座 进座 来 快点 方老师 方老师 我这大楼猫 你把门开开 我跟你说句话 来 来 这么多 他现在跟我处得不错 已经够面子了 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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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方老师 能不能想不开了 能不能出啥事啊 那我去看看 来 方老师 来 来 大家听着啊 咱们的都轮分 在窗户这守着 方老师 我这个当书记有责任 你有啥怨气 就冲博撒吧 方老师啊 你把门开开 你 咱们唠一唠 谢谢江书记给大家的关心 我没事就是有点累了 想要休息一下 你们赶快回去吧 我一见你啊 气就不打意出来 你说你干这么个损事 让我和你妹妹脸往哪儿高 往哪儿高这脸 这一天到晚的 地里活不好看 家里当率手掌柜的 有空你就出去偷鸡魔狗打军架 从打方老师来咱屯子 闹过几回腰了 你叔叔你闹过几回了 你不思悔改也就罢了 还反咬一口 说人家勾引你 你 你真好意思说出口 不是 上一次要不是翻高老师说了一句保你的话 那公安局早把你逮起来了 你还心思啥呢心思 我一天到晚为你心操得操碎了都 上一次为了救你 我和你妹妹 被翻高老师跪下了 我这辈子给谁跪下了 我这么大岁数 头发都白了 给一个小丫头跪下了 还是当着拳头人的面 这脸丢的 都丢到满州里去了 你可以对不起我 准我干你的 你对得起你妈妈 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妈 你妈为了你眼睛都闭不上啊 你上哪儿去 我耳帽子不是人 关老师是好人 是我给他扣尸盆子 我向大家保证 我以后重新做人 是吧 叔 啥 这孩子这么大鱼你干啥来了 下雨来干啥来了 你叫我啥 你不叫我随大虎了 zx 女孩 你不叫我死去 你不叫我祖子 当时 时光 你不叫我人 不变的是你最初的模样 当年的风雨早已沉寂 岁月无法让记忆淡忘 眼前的风景色彩缤纷 却总是要回头把你掌握 足下的前程尽管未知 也要带着思念走向远方 就让时光倒流吧 我要拉着你的手不放 就让时光倒流吧 我要和你冲走一场 就让时光倒流吧 我要拉着你的手不放 就让时光倒倒流吧 我要和你冲走一场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